这是武林第一高手江海天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手 密魔牙一战帅孟雄待伤而归 手下的数十名精英士兵全军覆没 这让魏忠贤清楚地意识到 魏府中还有一军的探子 可能就是那个辅寥李三 为了揪出魏府的内奸 魏忠贤要帅孟雄配合演戏 帅孟雄按照魏忠贤的吩咐 在离开魏府时表现得十分高兴 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李敦的注意 李敦连忙上前打听起了情报 帅孟雄故意透露出 他抓了江湖上的一个大人物 李敦文言心中一惊却面不改色 继续打听这个大人物到底是谁 李敦一听被抓的是江海天 手中的文书都掉落了下去 因为他的偶像就是江海天 这个消息让他的内心很是慌乱 帅孟雄见状继续透露假消息 声称江海天被抓入了刑部大牢 会在三天后将其处死 李敦没有轻易相信帅孟雄 他传信给了西昌义军 询问起江海天的下落 谁知因为某种原因 李敦并没有收到义军的回复 这不禁让李敦有些担心起来 三天之后就会把江大厦给杀了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三天时间转眼过去 李敦迟迟没有得到义军回复 明早江海天就会被处死 李敦只好孤注一掷前往刑部大牢救人 可这正好中了魏忠贤的算计 大牢之中根本没有江海天 魏忠贤手下的大内侍卫 将李敦给团团围了起来 魏忠贤也大笑着从幕后现身 质问李敦为什么要背叛他 魏忠贤见李敦是个人才 决定给李敦一个机会 让李敦传假消息给西昌义军 把真的江海天引来京城 李敦铁骨蒸蒸好男二 自是毫不犹豫拒绝了魏忠贤 魏忠贤见李敦敬酒不吃吃罚酒 当即命令手下围杀起了李敦 李敦身怀武林至宝百毒真经 早就将其破译修炼了起来 再加上本身也会一些武功 勉强算是江湖二流鼎尖高手 不多时就杀了数十名大内侍卫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大牢之中右地方狭小 李敦难以防备身中树刀 受了极重的伤势 危急时刻 紧闭的大门被人推开 一个霸气的身影走了进来 李敦强撑个往后看去 发现正是武林第一高手江海天 江海天出手果然非同凡响 轻撩淡写地救出了李敦 然而李敦的伤势非常严重 即便是江海天也回天法术 李敦的偶像就是江海天 一直想要见江海天一面 于是在弥留之际 向江海天提出了一个请求 李敦说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见到江海天 并当面叫江海天一声爹 李敦完成心愿泄掉了最后一口气 隐落在了江海天的面前 李敦隐落不仅是义军的损失 也意味着百毒真经的线索断掉 江海天一时之间 也无法找到百毒真经给金氏仪解读 划分两头 李敦兴和金竹刘解除误会后 两兄弟重归于好护诉中场 可两人在酒馆饮酒时 听到了史红英要嫁给帅孟雄的消息 金竹刘知道李敦兴喜欢史红英 之前还与史红英有婚约 因此劝李敦兴去石府一趟 李敦兴告诉金竹刘 他上次和史红英见面 史红英给他发了好几次好人卡 他真正喜欢的人是金竹刘 李敦兴将毒真交给了金竹刘 要金竹刘去石府见史红英 这也代表着李敦兴 彻底放下了对史红英的感情 金竹刘自是不会让史红英嫁给帅孟雄 随即动身赶往了六合邦 谁啊 是我 竹刘